國務院同時昨天就出了另一個文件 不知道這個政策會否有些板塊會受惠 說的是全民健身計劃 大概是到2025年 希望全國體育產業的總規模達到五萬億 例如包括全民健身的公共服務要更加完善 或者類似在社區內 大家步行15分鐘就有一個健身圈 例如每千人擁有社會體育指導員有2.16名 其實看了這個文件之後 你覺得對投資來說有什麼啟示呢 Jason 我覺得在實際投資的層面上 可以受惠到的板塊未必說太多 都是一些運動用品相關的股份 因為如果你計算到這個產業的規模 說到25年去到五萬億 你計算每一年的複合增長率 大概是9%左右 那是不是一個很急的升幅呢 我坦白說不算是 當然你說現在希望鼓勵運動或健身的項目 建立多一些體育的場地也好 或者能夠培訓多一些健身的教練也好 那這些我覺得對於整個社會的發展來說是好事的 因為剛剛說過 如果你說不讓人沉迷打機 那會不會鼓勵一些人做運動 令自己強身健體 所以如果你說以一個投資的角度來講 都是一些運動用品相關的股份 繼續都是值得去留意 是的 譬如現在的版面看到 左手邊就是李寧 右手邊就是安達 現在還未兌完本 19時20才會兌完 但在開市前看到市場也挺亢奮的 一隻就在升一成 一隻在升百分之百 你覺得今天開市可不可以 即是都是撲進去 能夠賺短錢的機會都大 如果你說高開已經去到一成 我就不是太建議立即撲進去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政策 雖然你說是一個方向 大家都知道是會鼓勵運動產業 即是至少你買李寧安達 就應該不用太擔心 好像騰訊、阿里巴巴、母團一樣 失驚無神 整個政策出來說要打壓你的 即是起碼那個政策風險是會低 但是同時間會不會說你的政策一初 就等於在短時間之內 大家就全部湧上去做運動呢 是不是本身打開機那些 現在就即時會去跑步 會去打籃球呢 是 也未必會的 還有你要那些陪陀 譬如你現在中央出了文件 你要地方政府想想一些方案 想想一些細節 怎樣定出來的 怎樣滑地去建一些公園 沒錯 建公園 你建一些運動場 或者你真的要培訓一些專業那些 即是教練的人才 都要時間的 就不是說你一出的話 短時間之內就真的會有成效 所以你說估計 如果一天裡面已經升了一成上來 某程度上我覺得已經是 初步反映了 而且因為他們本身的估值 不是說特別便宜 所以如果你說 即日高開之後衝進去 我覺得直撥率就比較低 但是又不代表我看探他們 因為他們的確在業績上 交到功課 而且始終這個trend 都似乎現在是內地人 對於國產品牌的 忠誠度 或者是那個 願意去消費的角度 都是越來越高 也都無可否認 例如令安踏這幾年 不斷請一些新的設計師 令到整個款式改進了 另外在功能上亦都是不斷提升 再加上他們 其實現在就不是只做 真的很專業化的運動用品 即是就算你出街 平時可能穿T恤 穿個球鞋 那一些所謂casual wear 其實他們都做得越來越多 所以我也相信這兩種股份 長遠來說都不會看得太淡 但是你問我 如果即日升8-9%才追 就不是太值得 我會不會看得太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